哈喽大家好,我是东韩 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物理学得好才能看明白的电影《逆世界》 神秘的宇宙在太阳系里创造出了两个孪生的世界 这两个世界各自拥有引力而且是上下颠倒的 一个世界上的物体无论移动到哪里 都可以用相对的另一个世界的物体抵消 成为相反物质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的物体移动到另一个世界 这个物体几个小时后就会烧毁 这是更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也是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的延伸 毕竟宇宙的奥妙迄今为止都还没有谁能参透 宇宙中的这两个世界有着极大的反差 上层世界繁荣且富裕 下层世界的人只有偷取上层世界的相反物质维持生计 真是穷得连电费都交不起 两个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过渡世界 过渡世界是一家上层世界的公司 这个公司在收购下层世界的廉价石油 然后给下层的世界提供燃油 以此维持下层世界的光明 电影的男主小明就在下层的孤儿院里长大 从小父母双亡 亲人只剩下一个年迈的姑婆 从姑婆这里小明知道了母亲家族里的一个秘密 有一种粉红色的花粉可以让东西漂浮起来 粉红花粉的来源是粉红蜜蜂 为了找到这种蜜蜂 小明爬上了离上层世界最近的一棵大树顶上 在那里他看到了美丽的上层世界 遇到了一个上层世界的女孩小红 于是小明每天都到大树上和小红聊天 陪小红一起长大 有一天小明受不了看得见摸不着的对话 就把小红拉到自己下层世界的悬崖上 和小红深情地拥吻在了一起 还和小红在下层世界游玩了一番 但是很快就被警察发现了 就在小明准备把小红送回上层世界时 警察的子弹打中了他 小红也摔得头破血流 警察把小明和姑婆分开抓了起来 还把姑婆的家给烧了 就这样过了十年小明长大了 但是两个世界还是这样存在着 一个灯红酒绿高楼大厦 一个乌奇麻黑砖瓦泥房 但是小明这十年来一直在精心研制粉红色花粉 他打算用花粉制作一种抗衰老的面霜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明在电视上看到了小红 小红不但还活着 而且越来越漂亮了 而要见到小红的唯一办法 就是到过渡世界去 所以小明奋发图强专心研究 终于抗衰老面霜初见成效 于是小明拿着配方来到过渡世界应聘 还成功的到里面上班了 过渡世界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这里分为上层和下层 下层和地球一样引力在脚下 上层的引力在头上 办公桌独立分开 但大家又能热切交谈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 小明在过渡世界里认识了一个上层的技术男 技术男梦寐以求的是收集到下层世界的邮票 小明帮技术男拿到了邮票 同时小明也用技术男的身份与小红见面 但是费尽轻心万苦见到小红后 小红却失忆不记得他了 不过小红在与小明相处的过程中 对小明逐渐有了好感 但是小明因为在上层世界待久了 衣服的金属开始发热 他不得不回到下层世界中去 很快小红就给小明打电话 两个人又聊上了 小红约小明去一家反转餐厅见面 见面时小明跟小红说起了一些以前的事 小红回到家也想起了一些 但是记忆不是很清晰 就在小红好奇小明的身份时 在过渡世界的一次面霜展示会上 小红知道了小明用假的身份来接近自己 小明赶紧来到上层世界找小红解释 但是找不到小红了 小明只好找了技术男 技术男为小明设计了一款能长时间 戴在上层世界的衣服 于是小明又去找小红了 当他再次见到小红时 小红已经恢复记忆 然后他们又回到以前的下层世界时的生活 在悬崖上接吻 在下层世界玩耍 但是总有人看不到他们好 警察又追了上来 一番逃亡之后 小红被抓回了上层世界 小明回到了自己的屌丝般的生活 不过技术男一直在研究粉红花粉 随后研制出一种 可以让小红来到下层世界的办法 在一个落日余晖的高楼里 他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小红还告诉了小明一个好消息 他怀了小明的宝宝 他可以永远留在下层生活 这是一段跨世界的爱情 小红就像一个有钱富家女 小明就像落魄的穷小子 本是毫无交集的两个人 却因为使之不渝的爱情 最终战胜重重困难 走到了一起 好了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收藏加关注哦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